英國和歐盟的代表將會在星期一 在布魯塞爾開始就英國脫離歐盟的複雜過程舉行談判 但一年前英國選民在脫歐公投中以微弱多數通過英國脫離歐盟的決定 英國脫歐大臣戴維斯說英國正以積極而赴有建設性的態度來開啟這個進程 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黎耶表示 她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排除英國脫歐所造成的不確定因素 英國和歐盟需要在2019年3月前達成協議 並且由歐盟其餘的成員國向議會批准 雙方談判代表要就英國和歐盟國家之間的旅行規定、貿易協議 還有在英國生活的數百萬歐盟國家公民 以及在英國生活的幾百萬歐盟國家公民的權益等等議題進行協商 在英國和歐盟展開脫歐談判沒多久之前 英國剛剛在手上特雷沙梅的召集之下舉行了議會大選 特雷沙梅原本打算借大選的優勢加強自己在脫歐談判當中的地位 但事與怨為她所領導的保守黨反而在選後的支持度不及大選之前 一陣 群伍 衛 frie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